为了苏杰血荒 五杰福伦筹备社特别结合汇聚建设公司 共同办理捐血活动 号召相亲踊跃响应 共同玩起衣袖捐热血救人一命 今年第一次我们是跟这个五杰福伦筹备社 跟汇聚建设一起来举办这个捐血活动 今天有两台捐血车在现场 感觉到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从早上到现在 热血的这个大家的捐血的活动 一直都没有停断过 那我想这个到晚上来 应该也会有一个非常高数量的一个捐血的怠速 五杰福伦筹创社社长指出 捐血活动相当有意义 所以会持续办理 同时也呼吁善心企业 齐心协助疏解血荒 那我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活动 一再觉得说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我相信年年都会再继续办下去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很多我们五杰福伦筹备社的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共乡胜举 那我相信那五杰福伦筹备社是我们这个今年准备在五杰乡成立的第一个福伦社 那相信未来呢都一样会秉持着做社会公益 服务大众的这个精神来为大家服务 因为捐血的民众相当踊跃 捐血站特别出动两辆捐血车 主办单位也准备精美的纪念品 送给捐血的民众 经过一天的活动 约收集三百多袋的血液 暂时舒缓库存不足的压力 捐血能力 独伦有爱 战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